大家好,我是Summer,这里是北美华人暖通空调频道 在进入今天的话题之前,我想再跟大家唠叨一件事情 一定要定期建议每一个月更换一次过滤网 每个月更换暖气炉过滤网 每一个月更换一次暖气炉过滤网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为什么今天又唠叨这件事情呢? 前天有一个出租房的租客投诉他的暖气炉不能正常工作了 房东又恰好在外地,只能打电话给我们过去检修 结果检查完之后,结论是其他一切都运行正常 还是过滤网太脏,导致了风吹不出去 暖气炉自动的热保护了 虽然检修的费用没有多少 但是在租客和房东之间发生了分歧 房东认为是租客没有及时的更换过滤网 所以他应该付这个钱 那租客认为他们都定期的更换了 而且还保留了部分替换下来的过滤网 然后并且拍照作证 那我们没有办法去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 但是如果过滤网这个不起眼的价值不超过10块钱的小东西 一直能够引起大家的重视的话 或许这些纠纷就根本不存在了 更有甚至我们还遇到有一些客户啊 因为小小的过滤网 那么要花上上千元的加币去更换马达 那这样的话呢就更加的得不偿实了 所以视频前有房产的朋友们 那如果你是自住房的话呢 一定要记得每一个月要检查一次 或者是更换过滤网 那如果你检查了发现并不脏 那可以不换 那么出租房呢 一定要多督促和监督租客去更换 那么至于如何更换选择和购买过滤网 请大家参考我之前的视频 那么还没有关注和订阅我的朋友们呢 赶紧的点击订阅和小铃铛吧 OK 那么下面啊 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主题 今天啊 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另一个 在关键的时刻 也可以帮助大家进行初步的判断 在大概率的情况下 可以为大家省钱的一个小窍门 是什么呢 寻找暖气炉的总开关 那么在跟着我们家的老圣 做暖通空调的这些年啊 我发现每一年的冬天 都会有N个一模一样的案例发生 什么样的案例呢 就是客户反映暖气炉坏了 不工作了 那么经过检查很快就发现 那么原因就出在 是家里的人啊 不小心把暖气炉的电源开关 当作灯开关 随手关闭了 那么再后来呢 每次当我接到客户的电话 那告诉我说 啊我们家的暖气炉不工作了的时候 那么我一般来讲 第一件事情就会在电话里 跟他再三的确认 请你检查一下 啊家里的暖气炉的总开关 有没有人不小心把它关掉了呀 啊一定要确保暖气炉的开关 是开着了哟 啊否则的话呀 我们上门去维修就要收费 那如果是一个开关的问题 你呢就比较亏了 那我希望的呢 是可以在电话里面 指导客户先行诊断 避免发生一些不必要的费用 但是呢 电话那头的客户 往往呢都是信誓旦旦的 说没问题没问题 开关都没问题 啊肯定没有人动过 啊我们这一天到晚的 都不会去动他的 那现在呢 问题就是暖气炉不工作了 你们快点来给看看吧 那结果呢 我们的这个师傅啊 去了以后 反映家里的暖气炉不动 然后一点也不工作的 这种情况啊 大概率的事件是 经过检查 发现暖气炉停摆 它根本就是因为 它的开关被误关了 那这个时候我跟客户讲 我说不是告诉你了 要去检查一下 暖气炉的开关是关的呀 那么客户呢就会说 啊这个是暖气炉的开关 我不知道呀 我以为是那个温控器 啊所以很多客户呢 会把温控器和暖气炉的开关 进行混淆 那么这样两个呀 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那么关于温控器的呢 我们在后面的视频当中 会专门给大家做一期 那么今天呢 啊我们就来针对着这些 呃很小的 必然发生的事件 来一起带着大家 一起来认识一下 这个小小的 却又至关重要的开关 那第一个问题 我们就来解决 这个开关 它到底长得什么样 一般来讲 会安装在哪里呢 那么通常啊 对于初次安装 这个暖气炉 也就是说 其实就这个房子 在第一次建造的时候 如果它建造的时间 距离当前的时间 比较久远的房子 它的开关是比较容易找到的 就像这个图片里面显示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暖气炉的开关呢 通常就安装在暖气炉 炉体的一侧 那无论之后啊 这个暖气炉本身 会被更换几次 但是它的电源开关 通常来讲不会被动 那么还会在它 最初的原始的状态上 那么对于房灵 相对年轻的建筑物里面的 暖气炉呢 把这个暖气炉的开关 安装在暖气炉身上的 这种现象呢 已经不常见了 现在呢 基本上都会选择 在靠近暖气炉位置的 一个墙壁上 或者是在设备房里面的 某个墙壁上 或者是在设备房外面的墙壁上 又或者呢 是在通往地下室的楼梯口的 这个楼梯口的某一个墙壁上 等等等等啊 那么每一个房子 它的位置有可能是不一样的 但是那么对于现在比较新建的房屋 暖气炉的开关的长相 基本上是统一的 也就是说它跟我们的灯开关的长相 是一模一样 讲到这里有的朋友说 那它跟灯开关的长相一模一样 那我们把它弄错了 或者不小心关了 这就是有点太冤枉了 这盖房子的也太不靠谱了 那大家不用担心 虽然说呢 从长相上来讲 是一模一样 很迷惑人 但是它安装的高度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不管这个暖气炉的开关 被安装在哪一面的墙上 它的安装高度 一定要比灯开关的高度 要高出来一截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当中所展示的 这个地方是灯开关 那么它的上面的位置 就是暖气炉的开关 OK 那么现在我们解决了第一个问题 就是暖气炉的开关长得什么样子 好了 那么我们把它找到了之后 又如何来判断 它是开着的还是关着的呢 那么一般来说 在新房建造的时候 如果这个开关被安装正确的话 那么开关朝上的位置就是开 然后它下面的位置呢 就是关 但是不可避免的 总有被安装不正确的时候 虽然说安反了 它并不影响使用 但是经常呢 可能会给这个房主 或者是租客带来一些困扰 所以在这里 我要给大家一个小小的tip 那一会儿啊 大家看完我的视频之后 就去找出家里的暖气炉开关 因为现在呢 是冬季 家里的暖气炉啊 一般都是在运转当中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的位置 那一定是在open的状态 也就是说你的暖气炉的总开关 是在开着的状态 那么这个时候 大家赶紧去找一个小贴贴 马上做一个标进 那么最好呢 还要在这个暖气炉开关的旁边 用一个大大的字提醒一下 不要动它 或者呢 干脆就用透明胶带 把这个开关给它贴住 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就不会出现这种误操作了 好 最后一个问题 很多朋友问我啊 那冬天过完了 尤其是夏天要来了 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个暖气炉的开关关掉呀 这样可以省钱啊 节能啊 那么我们的答案呢 可以是yes 也可以是no 为什么呢 如果家里面并没有安装空调的话呢 那么在冬季过完了之后 你如果担心家里这个暖气时不时的启动一下 可能会影响节能的话 你就可以把暖气炉的开关关掉 那么到了冬天啊 来临之前 你再把暖气炉的总开关打开就可以了 当然呢 我们也完全可以不去动它 我们只需要到温控器的上面 把模式从height调整为off 或者是家里有空调的 可以把从height调整为cool 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啊 那么空调就又可以自动的启动和运转了 所以在这里再送给大家一个小tip 就是你完全可以不要关闭暖气炉开关 我们可以通过温控器的调整 来满足我们对暖气空调 以及暂停设备运转使用 并且达到节能这样一些目的 好了 那么今天啊 我们总共给大家讲了三个小问题 第一要勤换过滤网 勤换过滤网 勤换过滤网 好 重要的事情再说三遍 那么第二呢 就是要明确的清楚 你家的暖气炉的开关在哪里 那么第三 做好标记 不要关闭暖气炉开关 那么当你的暖气出现问题的时候 首先去检查 暖气炉的开关是开着的 你记住了吗 好 点赞 关注 和点击小铃铛 不错过任何一个精彩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北美华人暖通空调频道 点赞评论 订阅分享 和按小铃铛 有小惊喜哟 我说的那些人暖通空调频道 不错过任何一个人暖通空调频道 我也不错过任何一个人暖通空调频道 我说给你我说我把这些人暖通空调频道 我说我说我没办法